第三人称角色移动 则是最后会呈现出来的样子 可以移动以及跳跃 我们会使用到 New Input System以及Zenomachin 正在观看影片的你 请先到Windows Package Manager Unity Registry 下载下来 另外移动方式没有使用物理移动 所以想要物理移动的话 先跟你说拜拜 下载好了两个packages后 我们先来制作简单的场景 这里我要使用ProBuilder建造梯子 想要一起建造场景的话 可以去Windows Package Manager Unity Registry下载 然后先创建一个空物件 去名为Level 把位置设为0 然后再制作一个Plan 在下面新增材质 把它丢到地板这里 再选取颜色 在Level里面 新增一个正方形 大小随意 看起来跟我的一样就行 接下来就按Ctrl加D 复制两个 位置往前移 跟设置一下高度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平台 把刚刚的正方形 拉长就可以了 接下来要制作楼梯 我们打开ProBuilder 点新增形状 再点这个 看起来像楼梯的 然后按住滑鼠左键 随便用个大小 高度也是 最后再去旁边这里做调整 楼梯的话 只要能跟这平台连接就可以了 台阶可以设置10以上 因为我们最后要走上去的 接下来 一按Ctrl加D 复制这个平面 把它旋转90度 立轴设定-20 然后再复制两个 一个立轴-10 摆右边 另外一个立轴-30 摆左边 场景就设定好了 现在呢 我们要制作角色 我们先创建一个空物件 然后取名为 Third Person Player 再把数值都归零 然后再创建一个胶囊 高度这边设置1.5 然后把它拉高一点点 再从这里 新增角色控制器 然后再新增一个 玩家输入器 这边点新增行动 然后我都会储存到 Settings这里 名字就叫 Player Input Action 这边就会直接预设好了 好了之后 我们再点选右键 创建Cinema Machine 选择Free Look Camera 然后把Player抓进来 AFOV这里改成60 Infert这里打勾 然后下面的不打勾 然后再去Orbit这里 调成World Space 这里就会出现X轴的范围了 然后速度调80 接下来就要调这三条线 我们先调中间这条 高度调1.5 然后旁边的数值调成242 之后就调整下面了 Damping这边我都会调成0 因为它有点像这种感觉 我无法形容 可以试试把这都调成20 并且去移动它看看 下面的高度我设置1.25 这里比较看个人感觉 因为感觉相机离角色有点太近了 所以我把中间的数值改成了7 这里一样 看个人的感觉 好了之后 我们来到上面这条线 然后一样都归0 高度打上1.25 下面这条线一样的操作 归0 然后1.25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测试 相机能不能正常运动 可以正常运动 但我感觉有点分不清方向 所以我在玩家这边 新增了一个正方体 当做眼睛 然后把它放到 我觉得可以的位置 只要能让我分清方向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要创建两个脚本 一个叫做Player Controller 另一个叫做Controller Movement 3D 首先我们要抓取角色移动脚本 然后设置一个Vector3去抓取Input awake这里 就是从角色里直接抓取脚本 这样我们就不用多次一局的把脚本放到里面了 然后设置一个函数 又来接受玩家按键 因为移动脚色时是在平面移动 这里就抓取Vector2的值 然后再转换成Vector3 在Update里 我们先确认有没有抓到脚本 没有的话就Return 然后再去另外一个脚本 设置两个行事 一个叫做Set Move Input 用来设置角色移动的 另一个叫做Set Look Direction 用来设置角色旋转的 好了之后再回去刚刚的脚本 然后直接打上这两行去调用它 之后就要来设置角色移动了 首先我们先创建移动速度 旋转速度 相机的物件 因为我想要相机看哪的时候 角色也能跟着旋转 然后再设置一个速度 跟一个布偶确认玩家是否有按按键 这两个Factor3 就是抓取Input跟Direction的值 然后还需要抓取角色控制器 接下来就到这行事里面 去确认玩家是否有按按键 有的话一定会大于0.1 没有的话我们就归零 然后再去下面这里设置旋转的值 我们只要抓取X跟Z 因为平面移动 Y的话是跳跃 所以这里设置为零 之后才不会干扰到跳跃 然后就在FixUpdate里面 开始去计算角色移动了 我们先把移动速度 以及旋转目标设为0 假设玩家不移动的话就是0 如果一旦移动了 我们就换成移动速度 不然的话 就算玩家没按按键 它还是会一直移动的 下面就开始计算旋转角度了 我们要抓取角度的值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用三角函数 去抓取角度的值了 第二种就是直接用Unity给的函式去抓取 这边我就直接用第二种了 然后再抓取高度的角度 以及相机的角度 因为我相机转到哪 角色也要跟着旋转 然后只设定Y轴 再透过Slub去旋转我的角色 这只是能让我的角色旋转的更湿滑 接下来就可以设置移动了 因为移动相机的时候 角色也要一直面向前方 这边就打了这一行 然后用角色控制器来移动角色 接下来就可以测试了 移动的很正常 就是有点慢 速度调成10好了 因为旁边一直出现这个 我们再回脚本 然后去写个判定式 如果玩家没有按按键 输入就归零 再来进行测试一遍 右边这里就没有警示了 然后来走楼梯看看 有点卡卡的 我们把楼梯的梯数设置成17 好吧还是卡20 试试看非常完美 它会悬空式正常的 因为我们还没写到重力 接下来就要写跳跃了 首先我们要先去按键设置 这边新增一个按键 叫做Jump 然后按键设置空白键 回到PlayerController脚本 再新增一个函式 OnJump 一定要加On 这是为了判断 是否使用New Input System 在里面抓取角色移动脚本的函式 因为我们还没有在里面写Jump函式 所以这里会显示出错 我们直接去另一个脚本新增 再回来保存就可以了 接下来因为是跳跃 我们要先确认角色是否在地面上 所以我在下面 又新增了一个确认地面的函式 这边我想使用Sphere Cast 所以我需要先抓取开始的点 因为还没有设置 所以我又跑到最上面 去设置跳跃以及地面的值 跳跃这边 我先设置一个重力 然后跳度高 以及加速度 去了地面这边 我先设置初始点 以及距离 再来就是Sphere的大小 最后要设置图层 去抓取地面图层 再设置一个布偶 去存取是否到了地面 以及一个Factor3回到原来的值 然后再回去刚刚的函式 打完这一串 初始的点 然后用判定式 以及Sphere Cast 去抓取玩家是否在地面上 如果是的话 储存到Factor3里面 然后Return True 下面就储存上面的值 然后Return False 这个Grant Normal本来是想用到物理移动上的 但我这几天一直失败 所以这可有可无 都好了之后 我们在下面再写一个Debug的函式 因为我想要有视觉上的Debug 所以用了Gizmos 它会画出来给你看 我设置了一个红色 一个绿色 如果在地面上的话就变成绿色 反之在空中的话就变红色 然后设置开始以及结束的点 只要结束的点碰到地板 就是在地面上 下面这两行就是画两个Sphere出来 都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很大的圆圈圈 调整一下它的初始点到-1 然后回到脚本 在Fix Update这里确认一下是否在地面 然后再回到游戏里 再调整一下图层 就可以看到我初始点还是太高 所以这边我调成-1.2 没问题之后就回到脚本 继续完成跳跃 如果不在地面上就Return 不继续跳跃 然后开始计算跳跃的值 这边我是套用公式的 详细可以看这张图 然后再把这跳跃的值 传到Factor3的Y里面去 好了之后就可以去Fix Update里面 直接写跳跃了 首先我们需要在不跳跃的情况下 还保持在地板上 所以写了这一行 一旦玩家按了跳跃 这个Falacity 就会用上面计算好的 然后回传到下面 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了 可以到处跳跃 也可以走楼梯 之后再把自己的角色 以及动画板低进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移动 不是物理计算区移动的 所以当你跳跃时会有这种情况 当我跳跃时 放开移动键 WASD 它就会呆在原地 看起来很假 用到跑酷的话 估计会被玩家骂死 如果是制作单机的作范游戏 或是3D反男人杀这些游戏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涉及跑酷对抗类游戏 不建议使用 下一集制作第一人车角色移动 我是ZF 记得订阅按喜欢不喜欢 拜拜